台中市出现一名行为怪异的男子 抱着一箱缝巷和经文 来到了县长公馆 待了许久都不肯离去 只说要送给县长 经过警方的一番规劝后 男子是突然暴怒 还呛鹤枪实弹的霹雳小组成员大喊 开枪打我 最后在警方耐心的劝说之下 这名男子才载着这箱礼物 骑车离去 站在县长公馆旁的男子 带了一箱物品 原本以为是要来送货的 但不仅没人来应门 男子更是久久不肯离去 立刻引起警方的关心 线上警力赶到县长后 开始对这名行为怪异的男子进行盘查 男子这时才急忙的解释说 是要来送县长礼物的 你知道你以前有学生吗 有学生吗 你不知道管长官是阿门 他不是没信责吗 不要紧 不要紧 你送他这些是有什么意思吗 去不够 有啦 我有去到啦 整个都去不够 来这里有什么诉求 要跟他说还是要什么 我要选送 蛤 要选送他啦 对于警方上前关心 男子的态度渐渐变差 开始大小声 也对前来拍摄的记者咆哮 啊怎么 要去吧 他说你拍 你撞也不要紧 批勤的霹雳小组也不放过 批勤小组 戴口罩 不可能 我拍穿过去戴口罩 眼神不屑的看着执勤员警 瞄到了身上的佩强 还大声的说开枪打我啊 知道吗 炸钱 拖了啊 脱水塞屋啦 怎么 希望 男子麻烦之后 才骑着机车里去 这名男子 不是诚勤也不诉苦 说是要送礼给所谓现任的黄建廷县长 这怪异的举止令人相当匪夷所思 也让一旁的人啼笑皆非 索性在警方耐心的劝阻之下 才让这名怪怪的男子离去 记载其论 塔通室报导